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 特别地道的柳州螺丝粉 这个大家都熟悉啊 看您准备了螺丝 螺丝 对 还准备了这个 米粉 它跟桂林米粉不一样 桂林米粉是偏软 这个已经体前泡好的米粉 待会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 泡到这个差不多半透明的状态 对 对 对 我们先把那个汤熬上 米粉的话 它这个汤就是它的灵魂所在 那你的汤是什么样做的呢 这个汤就里面有一些鸡胯 猪骨熬了两个小时 这个汤呢我们是提前熬好的 下面我们就来炒螺丝 好 我们拿一点沙姜 老姜 沙姜能去腥 炒出来特别香 我觉得做螺丝粉本身的话 是不是螺丝它一定要洗得非常干净 对 那个汤头出来才有那个鲜味 对 我们家里面买螺丝回来呢 你要放在那个盆里面 放点盐 要滴几滴那个香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那个螺丝在里面 就是本来慢慢爬 然后就说哎呀 上面空气就吹氧 赶紧把脏东西给吐出来 然后就干净了 螺丝全国都有啊 但为什么就是柳州 它的这个螺丝粉会比较出名呢 因为螺丝 每个宵夜汤都会有 而且呢 广西人很喜欢吃米粉 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他觉得哎呀 这个味道太淡了 你家有煮的螺丝 给我来点汤笔 就发现哎呀 这个很好吃耶 老板娘 灵光一现 哎 干嘛我不能用螺丝 加上米粉 做一道美食呢 然后就做上了螺丝粉 确实老板娘很有智慧地 通过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的细节 你看演变出这个流行天下的螺丝粉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橘子叶 橘子叶 橘子叶去腥 这螺丝的香味马上就出来了 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螺丝 放到汤里面 哦 汤就这么煮就行了是吧 对 我教大家在家里面 就是自己配置一个香辛料 香辛料需要哪些呢 有香叶 八角 桂皮 再半点橙皮 冰箱 因为这个螺汉果 我们用不了太多 对 我们把它剥开 螺汉果是比较甜的 对 它提鲜的 螺汉果广西的特产 对 就这么干煸它就行了是吧 对 把这个水分稍微煸干一点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其实这个我们打这个香辛料呢 不单单是说煮螺丝粉可以用 平时我们炖牛羊肉啊 也可以放一点进去 好 我们这个已经打好了 打成了一个粉末 然后我们这个汤底 已经闻到一点螺丝味道了 对 但是它就会有一点点腥味 它这个有真香去腥的味道 咱们这汤就接着熬就行了是吧 对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螺丝粉的精华所在 对 这个是精华 这个螺丝粉为什么要让人又爱又恨呢 就是因为加了酸笋 酸笋它是经过发酵的 就是能吃的人他觉得很香 很酸爽 吃不了这种味道的人会觉得它很臭 吃过了喜欢上了就忘不掉了 你也就是爱这一口 对 我就好这一口了 那咱们这个酸笋是现在放的还是 我们一般都是加在最后做好粉了 放在粉上面 但是你为了提这个鲜味 我们熬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进去 现在放对吧 对 来 我们现在开始煮粉了是吧 对 倒点开水进来 泡 这米粉是泡好的 这个煮多久呢 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调味 这个汤底 哇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柳州街头 酸酸臭臭的味道出来了 我们放一点盐 再放一点泰泰勒鸡精 然后我们把这个豆腐泡 放到里面去煮一下 黄花菜 木耳 这个粉已经OK了 煮了三分钟 还是很劲道 这就是因为泡过水的关系 对对对 我们然后现在烫青菜 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小料 加酸水 放点 我煮 好 这个其实大家就可以拿 直接缩着吃 对 然后我们把螺丝 加到粉里 螺丝粉 正宗的螺丝粉 还差最后一步 上辣油 根据每个人的口味 能吃辣的 就可以多放一点 这就是螺丝粉 好 完成 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 他带了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咱们就开始 缩螺和缩粉 缩粉 对 我们用公块 我听柳州人说 缩的粉声音越大 表示说这家店 做的粉最正宗 对吧 是吧 是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 缩螺 哇 真好 这就是我 非常思念的那一口 酸酸臭臭的 香香的 螺丝粉的味道 螺丝粉呢 就要吃它这种 鲜 酸 爽 辣 这种感觉 这才是正宗的 对 买米买面 认准福利门 中凉福利门米面 回家吃饭 指定米面 将炒好的螺丝 放入高汤 熬40分钟 把香叶 八角 螺旱果 橙皮 桂皮 丁香 放到锅里面煸炒 打成粉 放一点到高汤里面 熬这个螺丝汤 泡好的粉 放到开水里面去煮 煮3到5分钟 加入高汤 腐竹 豆泡 木耳 黄花菜 酸笋 酸豆角 花生 再加入辣椒油 就可以了